诶 义竹 诶 诚客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刚才去你家去找你 发现你家里没有人 然后我说这边来看看 然后我没想到就在这里碰到你了 那你来了之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 去一个风气特别好的地方 行吧 那我们走吧 走吧 那你跟我来 你慢一点这个路有点滑 就是啊 刚才差点摔了一跤 因为昨天好像下雨了 就是那种 义竹妹妹 还有多远到 不远了 马上就到了 这路太难走了 好久没锻炼了 我都快走不动了 你再坚持一下吧 马上就到了 好的 诚哥 你看我们这边风气美不美 真挺美的 诶 你看那里还有羊 他们都在这边发牛发羊 怪不得你们这边的山上流洋肉这么好吃 诚哥 你提出过我们这边一句话吗 什么话 云雾山中出美女 什么 云雾山中出美女 诶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我们这边啊 山美 水美 人更美 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吗 你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是美女之声 还有我们的那些民俗文化这些都是 九天九日 九天九日都讲不完的 那你以后要讲给我听呢 有机会的话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要提前谢谢你了 不用钱 你不用钱 你看那里还有小猪 是哦 你还看到吗 啊 太远了刚才 有羊 有猪 哦 还有牛 你看那里还有牛 嗯 再看一看你这边 野猪 这里有野猪吗 诚哥 我们一起来许个愿望吧 你说对着这风景许愿啊 嗯 我一般看家好看的风景 我都会偷偷许个愿望 行吧 那满足你 来一起啊 好啊 许好了吗 我许好了 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我的很简单 我就希望我的家里面能平安幸福 平安幸福 那诚哥 你机场在外面工作 你想不想你的家人呀 想啊 这两天我女儿过生日我都没人回去 心里面挺内疚的 那诚哥 你以后 有机会把你家人带到我们这边来旅游吧 好啊 有机会一定带他们来 哎 对了 义主 你刚刚你学学了什么英文吗 我告诉你这个 走吧 诚哥 我们 先回去吧 给天天也要下雨了 好的 城堂里面一点 这路比较滑 好的 下雨 确实有点烂这个路 义主 你以后想到大城市去看一下吗 想呀 走不想 那什么时候去呢 等以后有机会再去吧 嗯 就是现在还小嘛 我想在家多陪陪父母 因为等以后出嫁的话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他们 那你还挺懂事的 走吧 诚哥 我们先回家吧 坐点看你吃 你饿了吗 不要 我早就饿了 诚哥 你先进屋坐着吧 我去外面看一下羊 去看羊干什么呀 放你不干嘛 你走到嘛 那行吧 你去吧 你先坐着嘛 好的 好的 嗯 义主妹妹 你在这里干嘛呀 诶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呀 诶 你出来有一会儿了 我说出来看一下你 那个前几天不是你过来吗 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 然后那天比较晚了 太晚了嘛 也就所以我我先准备这个 把这个给你弄个口去 哦 不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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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个太麻烦了 不用那么热情 我跟你说 你看你这这头羊好小哦 你们留在羊吧 不小了 这个可以吃了的 不是这样的 我不怎么喜欢吃羊肉 然后 然后今天我刚好呢 我车上带了一点 点猪肉过来 小猪肉过来 我想请你烤给我吃可不可以 你带了吗 真的带了 你跟我去看一下嘛 走吧 走吧 不要牵羊了 好吧 你真的还带了一只猪脚过来呀 对呀 你看你上一次那么热情的接待我 我挺不好意思的呀 哎 你那么客气干什么 哎 就一个猪腿 没什么 那既然你带了 我就 给你做头头肉吃啊 好呀 好呀 走吧 我拿吧 好的 走啊 一只妹妹 要不我待会儿帮你切这个猪腿吧 不用 我就这个我自己来 你去那个 你去生活嘛 可以呀 那我先把这个处理出来啊 把这个切 行 那你小心一点嘛 嗯 你快来看看 这生的怎么样 我第一次生活了 可以 这肉烤熟了吗 烤熟了 哦 好的 谢谢 我不是说这边有个项目在这边吗 然后今天忙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想出来转一转 那你要在这边呢 大概几个月吧 然后今天你不是说想去大城市看一下吗 有机会的话 我就带你去看一下 真的吗 真的呀 没事 先吃吧 先吃吧 就叫老婆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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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只妹妹 今天天快黑了 我就准备先走了 那你去哪里啊 我住城里面的酒店里面 那你在这边带了酒的话 我去带了酒 哦 是这样的 我在这边一般忙几天 我要去其他地方忙几天 那既然回来的话方便一点 回来的话我就先走了 爸爸 你们正小时 好的 拜拜